現在宣布開會 首先進行報告私下 請醫師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交通委員會 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9年4月8日星期三 上午91分至11時11分 地點本月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魯明澤等14人 內席委員葉玉蘭等21人 列席官員交通部常務次長齊文中等 主席陳昭及委員學生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繼續審查交通部韓宋財團法人 臺灣郵政協會臺灣電信協會 一百零九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 決議一本日預算審查結果照列或造協商結論通過 二本日通過之決議文字授權 主席及議事人員調整 三一百零九年度財團法人 臺灣郵政協會 及臺灣電信協會預算均審查完畢 內容如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財團法人 臺灣郵政協會工作計畫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應用 等向至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業務收支 業務總收入一億三千四百八七萬元兆列 業務總支出 不含所得稅費用 原列一億兩千一百七十一萬四千元 改列為一億一千五百七十一萬四千元 稅前剩餘原列一千三百一十五萬六千元 改列為一千九百一十五萬六千元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五列數 轉投資計畫五列數 資金應用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 轉投資計畫等向至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通過決議七項 財團法人臺灣電信協會 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轉投資計畫及資金應用等向至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業務收支業務總收入 一億六千四百七十三萬七千元照列 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 原列一億三千五百七十一七十三萬元 改列為一億三千四百九十三萬元 稅前剩餘原列兩千九百萬七千元 改列為兩千九百八十萬七千元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五列數 轉投資計畫五列數 資金應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及轉投資計畫等向至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通過決議七項通過臨時提案三項 三位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議事錄確定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案有 好 繼續審查委員趙正宇等十七人擬 據鐵路法增定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 委員李昆哲等十九人擬據鐵路法 第四十條及第五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 及鐵路法第五十六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俊械等二十人擬據鐵路法第五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 以上四案進行逐條審查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的逐條審查 請議事人員宣讀條文 如有修正動議附帶決議臨時提案 以並宣讀 如有委員對修正動議附帶決議臨時提案補簽 列入紀錄並且刊登公報 第一案委員趙正宇等十七人提案 第十九條之一 鐵路使用之產品經交通部指定者 應向交通部認可之檢測驗證機構 申請檢測或驗證合格後方得使用 請向指定產品之列別項目及其檢測程序或驗證基準 由交通部公告之 第一項檢測驗證機構之資格條件 認可之撤銷與廢止監督管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經或國與他國區域組織或國際組織簽訂 雙邊或多邊相互承認協定或協議者 交通部得承認以該協定或協議規定 所簽發之檢測報告或驗證證明 檢測報告或驗證證明符合國際公約規範者 亦得由交通部承認之 第二項委員李坤哲等19人提案 第40條 地方應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 欲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 應立即通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及交通部 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 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 亦應按月匯報 前向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事故 嚴重遲延及異常事件之定義 通報內容通報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及交通部定制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及交通部 得救鐵路機構按第一項規定所提 報告內容 要求鐵路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主管說明 鐵路機構應救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 訂定應變計劃 其內容應包括現場處置、通報作業、 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或接駁 人員救護運轉調度、搶修救援之人力調度 與器材備制 鐵路機構應按應變計劃定期實施演練 並做檢討及改善 交通部得救鐵路機構鎖定應變計劃之內容 及演練情形予以查核 如認為辦理不善 因命期限期改善 第三案 委員李昆哲等事救人提案 第56條之五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 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 因收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 採取適當的預防及改進措施 被供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及交通部查驗 交通部應聘請專家 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 並視調查需要 請鐵路機構或相關行車人員說明 其配合提出行車記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 至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 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 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未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四案、委員林俊憲等20人體驗 第五十六條之五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 因收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 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 被供交通部查驗 鐵路機構及相關行車人員 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調查重大事故之發生經過及其發生原因 並視調查需要配合提出行車記錄、設施、設備等相關資料及物品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 於每年第一季結束前 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理報告 其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二、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三、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四、事故於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五、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以上宣讀完畢 南無智所採取者採取選擇 南無市口振市 南無市口振市 南无市口振市 南無市口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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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安辅助设备 卫生防御设备或技术投入营运前一同 铁路机构应对行车人员之技能 体格及精神状态精神派任前检查 定期检查及临时检查 应检查不合基准者 不得派任 以派任者应暂停或调整其职务 前向铁路行车人员之定义 应实施之训练 技能检定 体格于精神状态检查 实施之方式 项目周期合格基准与不合格实施处理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规则 由交通部定职 体验人委员陈树月 陈雪生 赵振宇 第二案 第五十六条之五 铁路机构对于铁路运转中发生之事故及异常事件 应收集资料及调查研究发生原因 采取适当之预防及改进措施 被供交通部查验 交通部应聘请专家调查重大事故之发生 经过及其发生原因并视调查需要 请铁路机构或相关行车人员说明 及配合提出行车记录设施 设备等相关资料及物品 铁路机构应根据前一年度之事故 及异常事件检讨结果 于每年第一季结束前 向交通部提出当年度安全管理报告 其报告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 铁路机构营运之安全理念及目标 二 安全管理之组织架构及实施方式 三 未确保及提升营运安全所采取或 拟采取之措施 四 事故及异常事件之检讨及预防措施 无其他与营运安全有关之重要事项 铁路机构对其营运列车执行车记录器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平交道监视器 动力车保养检修日子 应加强记录保存之维护 除应明定至少保留三个月以上之资料外 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提案委员邱显志 陈欧波 林郑县 赵正宇宣读完毕 我们现在要进行协商 我们针对铁路法的修正的处理 我们依照条文的次序 先处理19条之一 接下来40条 接下来第56条之4 最后我们处理第56条之5 那我们现在先处理第19条之1 那请问在座的委员 有没有要做意见的补充 来 赵正宇委员 我提这个案子就是 有鉴于我们铁道中心都已经成立了 因此今天提到这个修正铁路法 要明确台湾各铁道机构设备 验证之明确的法源 一定要有一个法源 谢谢 好 谢谢赵正宇委员 来 其他委员 我们先请行政单位做说明 感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那这个案子我们建议 依照各位委员的提案通过 好 第19条之一 我们就依赵正宇委员的提案通过 现在处理第40条 第40条这个部分 本席主要的提案用意 是基于云南会已经成立 我们为了要让制度更加的周全 所以就必须要说明 这个铁路机构发生事故 必须要通报 好 云南会 来 这个部分 请行政单位说明 感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也感谢各位委员的提案 这个案子我们原则上 支持委员的提案 但是建议做一些文字的修正 那我请铁道局长来说明 来 请胡局长说明 我们所建议文字上的这个修正 是原来所列在前面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所提到的 运输安全委员会 这个相关的这些事情 我们直接拉到 这个 建议最后增定一项 铁路机构办理第一项通报时 并因令 并因依运输事故调查法 向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办理通报 好 这个部分 在座委员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 来 请陈欧破委员 刚刚没有讲到同时了 我认为同时很重要 你刚刚没有念到同时 那是同时这两个字在文字上面有显现出来 原来的同时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 李偶元提案也是这个用意而已 那如果把这个意志能够达成是最好的 对这个我们很赞同 就是同时 那这个修正意见就是 行程一项铁路机构办理第一项通报时 并因令同时向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办理通报 来 请护士长说明一下 刚刚委员手提报的 我刚刚在念一遍 就是铁路机构办理第一项通报时 并因令同时依运输事故调查法 向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办理通报 一遍 那我只能做一遍 那我们就讲一下 好 我再念一遍 铁路机构办理第一项通报时 并因 令 同时 依运输事故调查法 向国家运输安全调查法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好在座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請 何欣崇委員 謝謝主席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修調整 原則上是符合我們招委的提案 我有連署也支持 但是我是在講這個文字的那個念起來的語意 我在建議說那個修正的這一段的第二行 那個令一定要嗎 對啊並因同時依運輸事故調查法 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就好了 來胡機長說明一下 這個令可以刪掉不過我剛剛練起來文字我 這邊再做一點修正把那個同時拉到後面就再念一遍 鐵路機構辦理第一項通報時 並因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同時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好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請 林俊憲委員 好謝謝主席 剛清楚那個我當然是贊成啦 語意比較順以外 其實我看提案委員 坤州委員你所寫的 那基本上如果交通部這樣一改以後 變成只有著重在通報而已 以及交通部的意思就是說 他幾個條文都沒有改到啦 他只在最後面的時候 增加這一段話 在通報給交通部的時候必須同時通報給運安會 但是坤州委員這個提案喔 裡面他還有 其實不只通報這個事情而已啦 他還有要求什麼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的定義是什麼 你通報 通報的內容方式還有相關準則 那裡面本來還要求運安會也要制定準則 不是只有交通部制定而已啦 運安會也要制定 那同時呢 就這個 報告內容 運安會在坤州委員的提案裡面 運安會也要來也可以要求 鐵路機構負責人及主管要去做說明 那你現在都把這些拿掉的話 變成在這個條文的精神只有通報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未來事故的一個調查 這個不會喔 那請胡局長先說明 剛剛我們做這種修正 委員所提示的部分 包括 這個事故事件的 定義 等等這些事情 我們現行 運安會 這個運安事故調查法裡面 他的執法裡面 對於應該要通報的事項 他有一些規範 這個規範 跟目前鐵路法裡頭所定的 重大行車事故 一般行車事故 這些要通報稍微 稍微有一些不同 不過 現在 在照現在 去年運安會成立之後的相關的這通報都是按照運輸事故調查法 那這一點 我們在這個 鐵路行車規則裡面 為了避免 這個鐵路事故在通報的時候會產生兩種定義不同 我們這邊也盡量在 鐵路行車規則裡頭 來去辦理 檢討修正 但是 在 這邊 我們希望鐵路法裡面的相關的這個主管機關 仍然是一致性的 是由交通部來訂定相關的這些法律上的這些用語的這個意義 以上 林委員 這個差異你要講清楚 就是運安會對於什麼叫重大事故 那定義現在跟你鐵路法規定的有一點不一樣 對不對 那以後到底聽誰的 如果這個事情事故 那運安會認為是重大的 那你們認為 這個這個這個並不需要 提報到運安會去 會不會產生這種狀況 好 請黃次長 這個委員的提示很重要 但是運安會是依據是一個法律的位階 那目前 在交通部他是以 執法辦法的位階 所以我們還是要以運安會的法律位階 為主 來調整交通部的這些規則 但是 這個當然這個調整規則的 主政的單位還是交通部 交通部一定會依照法律的位階來進行 進行相關的調整 所以在執行面呢 後面是不會出現 有困難的 那這個後續的這個規則 調整我們會盡快來辦理 好 這個先請胡局長說明一下 這是有關於重大事故 目前 我們依照鐵路法以及 運安會相關的法令 他們的差異是在哪邊 以及相關的這個法律的位階 如何做調整 你們有什麼 細部的規劃來 好 現在在鐵路法案裡面 對於這個重大刑責事故 我們談重大事故的這個定義是指 列車出軌 列車衝轉 列車發生火災 這樣的一個 基本上是在這個範圍裡頭 其他大概是變 規範為一般刑責事故 在運輸安全調查法裡面 對於今天要通報跟調查的事項裡面 除了 剛剛前面這個三項之外 另外 再增加了 這個鐵公路的這個 發生事故造成五人以上傷亡的 這個也加進去 另外還有其他是屬於 屬於在鐵路法裡頭 規範的這個 異常 異常事件 可是這個異常事件 比如說 比如說冒進 等等這些事情 他們認為有可能造成重大 這個刑車事故之餘的時候 透過主任調查官 他們的 檢核認為有必要的時候 他們仍然可以幫你 針對 重大事故 以及 一般事故 還有 異常事件 的相關定義 來說明清楚一下 這裏頭會有比較 在鐵路行車規則裡頭 重大的行車事故 是指 陣線衝撞事故 陣線出軌事故 陣線火災事故 對於 一般行車事故在 行車規則裡頭 122條之2 包括 側線衝撞 側線出軌 側線火災 平交道 這個 死傷事故 死傷事故 還有設備損害 還有運轉 中斷等等 對於 鐵路的 行車異常事件在 122條之3 總共有 17項 這個 包括這個 列車車輛分離 進入錯線 冒進耗置 列車車輛留意 違反 必塞運轉 違反 耗置運轉 耗置處理錯誤 車輛故障 路線故障 電力設備故障 運轉安全 外物入侵危險 這個 貧易漏 駕駛失能 天使 天然災變 列車取消 還有其他的事件 以上 好 那 胡局長也針對 我們 鐵路 相關的事故 分類重大事故 一般事故 及 異常事件 有做初步的說明 魯明哲委員 再請林俊憲委員 好 謝謝趙偉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交通部剛剛鐵道局 因為事實上 就前幾天 在我們 桃園 內力 發生 這個死亡的 局長知道嗎 鐵道局 胡局長 你不知道 那是 台鐵局 馮副局長 沒有我的一個建議是這樣 你們剛剛分成三類啦 你們主要的專業 我沒有意見啦 包括重大的 一般的 異常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時代不太一樣啦 就說有一些一般的 他頻率 過高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升級啊 雖然他 可能三個月 在同樣的位置 前後 地點 平交道 連續發生的死亡車禍 三次 四次 然後你說他是三個一般的 我倒是覺得像這樣的 在單一的點 或者單一的事件 他也許歸類 是屬於異常 或者一般的 但當他在一定的期間內 頻率過高 我是建請你們在未來考量的這個部分 也把他 至少列為 不要說 永遠是一般的 這樣才有辦法 去 解決他的問題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來 請 胡局長先說明 謝謝 我剛剛所報告的這個 重大一般跟異常事件 基本上 我們因為在 對於鐵路機構的 我們都會要求 他 定期就是基本上每個月都要做一些統計 而這些統計的定義 基本上是跟 國際上各個鐵路機構 他標準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部分在 跟國外去做比較的時候 不會產生一些落差 但是就剛剛盧委員 所提出來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 那個是不是 不要從定義上來去處理 而是說 對於一些 比如說 平交道 或是說 就像上禮拜發生的 這個平交道的事故 在10年前 同樣的也發生過 類似的這個平板車 卡在這個平交道上面 那類似像這種 我們是不是對於這種 應該在鐵路機構裡頭 對於 發生頻率比較高的部分 應該多做一些 規範去加強去 去做一些防範 這是從這個角度 來去 來去處理 好 那個台鐵局 馮副局長說明一下 我們針對 同樣的地點 屢屢發生相關的 大小不一的相關事故 那這個部分 台鐵局有什麼 相關的 SOP在處理 麥克風 報告主席 我們 台鐵局對於這個 行車事故 我們現在已經有成立了 運輸安全 處 來做調查 那運輸安全處 每天都會統計 我們相關的一些 包括重大 一般還有 異常事件 都會做統計 那如果有地點 頻率是比較高的 我們也有專案小組 會針對這個 地點來做 這個小組的 這個討論研議 然後提出 具體的 改善措施 來做 進行改善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 目前處理的 SOP 因應 這個 普悠瑪事件以後 我們已經成立一個 專責小組 在針對 相關的一些 這個事件 事故 還有地點 還有 具體的改善措施 都有一個 紀錄 還有 做一個 追蹤控管 安全處都 有在做相關的 考核追蹤的 這樣的工作 有 我們是獨立的 這個 這個運輸安全處 在 在進行 好 現在再請 林聚縣委員 謝謝主席 我跟交通部那個 胡局長這裡 其實你運安會的規定 跟你鐵路法的那個行車 鐵路行車安全規則 會有不同 所以 李坤這委員本來這個提案 就是解決這個部分 就是你要遵循運安會的 那你現在改這樣以後 就變成說 我交通部 我自己認定 你全部 從頭到尾都是只有交通部認定 我按照我交通部原來認定的 我有認定 其實重大事件 然後我才去提報給運安會 好那你不要的話 你現在要改掉你的 鐵路行車安全規則 你剛才有沒有這麼講 你是不是要跟運安會一致嘛 啊如果你要運安會改 你是不是要跟著改 對嗎 啊你如果要用這樣 我不曉得你為什麼反對 李坤哲委員寫了這個 他這樣以後你就不用煩惱了 他寫這樣不是就是解決 你剛講的 我們現在目前 既有存在這個問題 你也不必在 你的規則 跟他的規則都涵蓋在裡面 來請副市長說明一下 剛剛所練的這個 鐵路行車規則上面 對於重大行車事故有三項 那 另外我參照運安會裡面 除了剛剛講的三項之外 我再 我再念一遍 平交道事故造成列車車載 人員死亡 或是人員死亡 傷害人數5人以上 這是第四項 第五項是 違反 避塞運轉 違反 耗制運轉 等等 這個是我們剛剛在規範是 異常事件說 這個有造成列車衝撞出軌或火災之餘 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必要 這是第五項 第六項是 其他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影響 解決運安會認定有調查必要 我跟委員回報是說 確實是有差別 剛剛講這個地方在處理上 有所不同 可是我們 在 行車規則的修改 現在也正在做 希望 這是朝一致的方式來處理 剛剛之所以 我前面在講過 鐵路法裡頭規範 鐵路法去定義一些名字或處理一些 相關的這些法規修訂 是由交通部隊面在處理 這個時候 在這個法規上加上了一個 運輸運安會進來會造成兩個主管機關 就比如說剛剛講有兩個主管機關去定 這件事情雖然我們單位可以協調 不過在法治上的 作業上來講的話 在鐵路法裡頭我們是建議 還是規範以交通部為主 那運輸安全事故調查法裡面 這運安會來處理 我們這個是兩個單位在協調 運安會委員 李綱委員 也在這邊嘛對不對 來請李綱委員說明一下 有關於 交通部跟運安會橫向聯繫 運安會目前的態度跟處理方式 因為在成立之後 我們有多次跟這個 台鐵局 鐵道局 還有 甚至連那個 接運的各個主管的機關 我們有開過這個 鐵道手掌聯繫會議 在相關的這個 事故通報 其實我們在 本來的這個重大 運輸事故的這個 鐵道的這個 事故通報範圍之外 我們其實有 稍微擴大 因為我們也希望 照剛剛委員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 比較長期性的這個大數據的這個分析 知道哪些異常的狀況 可能頻率過高 那其實我們已經開始 進行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工作 那我們也是尊重 這個交通部 因為交通部是 這個 行政的監理的單位 運安會是所謂的 安全的調查 所以我們是尊重交通部的這個 權責 還有立法院這邊的 這個 提案的 其實我們都已經在進行 這樣的說明 來請陳淑月委員 謝謝主席 本席在這邊有 有個想法啦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 這個過去的運安會的倡議 其實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那後來能夠 這個成立 也是 這個普悠瑪事故 發生之後 受到大家的一個 矚目 所以 這個鐵路重大運輸事故的 調查範圍 就是受到很大的一個重視 所以 本席是認為說 那個我們 李昆澤招委的這個提案 就是希望 能夠就這個 重大事故的一個認定 來 就是讓我們 過去交通部一直被詬病的 這個 球員兼裁判這個部分 能夠 獲得 更好的一個妥效的一個處理 所以目前 如果說我們 鐵道局這邊一直堅持要以 位階比較低的 這樣子的一個 鐵路事故 法 這個重大事故的一個認定 然後 來堅持這樣子的一個修訂 我覺得就是 會造成像 軍縣委員講的那個部分 就是在 這個 事故的一個認定 或者是說之後 在 處理的 過程當中 運安會的一個角色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 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掌握 所以我是 建議應該還是 照昆子委員 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謝謝 來 說明一下 謝謝陳委員 我們剛剛其實 並沒有說是用一個位階比較低的 只是說 在法律裡面去談 重大行車事故 到底重大行車事故 他的定義內容 裡面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他 鐵路法下面的 行車規則 去定義 在運輸事故調查法 也是 也是同樣的 他對於重大事故 雖然要 要去做調查 但是他在的這個 重大事故的調查 也是在他的一個 下層去處理 所以並沒有位階的 我剛剛只是在提說 在鐵路法裡頭 規範的主管機關 鐵路法的主管機關 是在交通部 今天在這裡頭 加上了一個運安會裡 會產生兩個機關的問題 如果 如果今天委員有這樣的意見 我是建議是不是可以在相關的條文裡頭 去加上 包括定義或者等等 這邊可由交通部會上運安會 去定職 就是增加這一項 因為我覺得法治作業上還是 能夠有一個主管機關在處理上 在比較適合 符合這個法治上的一些要求 意思 相關運安會的職責 相關運安會的職責 不只是只有在事故發生之後 進行相關的調查 他 更重要的職責 是在於 針對相關事故的發生 能夠 提出相關預防的做法 以及針對事故發生之後 進行調查的結果出來 針對交通部門 提供相關的建議 所以運安會 現在已經在我的要求之下 每年要進行相關的 交通的安全報告書 那 我們現在針對 重大事故 一般事故 還有異常事件 相關的程序 也必須 要有清楚的 定義 來讓交通部 跟 運安會 能夠進行 完整的 橫向聯繫 那在這邊 我要提醒交通部 還有 副局長 以及台鐵的 馮副局長 相關的 一場事件 累積之後 就會發生 一般事故 一般事故發生之後 可能緊接而來的 就是重大的事故 那我們 必須要針對 相關台鐵所發生的 一場事故 一般事故 還有重大事故 要有 完整的一個數據 那運安會 也可以針對這些數據 來進行 相關的 研究調查 以及相關預防的措施 那相關文字的修正 我們現在 其他委員還有沒有要做補充說明的 來 請盧民者委員 謝謝趙偉 那剛剛事實上 包括我們鐵道局跟運安會 討論的過程 因為現在修正一個條文 只針對於主要是 重大的行車事故 所以在 如果重大行車事故 現在看起來 在鐵道局 現有的行車規則 跟運安會 所要求的 有所不同 但是我們希望 你們在修訂之前 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是希望 料敵從寬 因為鐵道的安全 也就是說 產生一個連擊的方式 就是你這邊 認為是重大事故 或者他那邊認為 重大的事故 通通作為現階段 在你們 能夠整合之前 都要通報的 我想這個料敵從寬 就是說 他認為重大事故 他通報 運安會認為重大事故 也都應該列為 所定義的重大事故 看是做一個 還是負債決議 還是什麼樣的方式 就現階段 因為他們有一些 不一樣 但是 東通 認為是 重大事故 通報 就不會漏掉 我個人的建議 好相關的 文字的 修正 我們現在先 休息 進行協商 來針對文字 來做相關的 一個補正 來 休息 現在繼續開會 針對 剛剛的協商 我們初步做成第40條 就依照交通部建議的條文 要來做修正通過 那另外還有相關的 附帶決議 請問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請 許智傑委員 主席大家好 我這邊是建議交通部 可能在想的時候 要更廣一點 因為運安 可能不只是鐵路 所以將來 我們運安當時為什麼會成立 本來他只是做非安而已 那因為我們鐵路的重大事故 才成立這個運安委員會 那將來所有的 跟交通部有關的 可能跟運安委員會 類似這個交通事故 都會衝到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交通部應該做一個更廣泛的思考 會更好 來 交通部說明一下 這個建議很好 我們 除了今天處理 這個鐵路問題 那我們後續 會請公路總局 高速公路局 甚至於 航港局 港務公司 針對一些航安的問題 我們 全面來做一個檢視 謝謝 好 這個就請交通部針對 公路 還有 水路 以及相關的這些交通運輸 來跟運安會做更密切的一個調整 那 先 請 宣讀 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為起始交通部及運安會對 鐵路重大行車事故之定義 一致 請交通部會上運安會於兩個月內完成 相關鐵路行車規則修正 提案委員李昆哲林俊縣陳數月 和辛純 許智傑邱顯志 宣讀完畢 好 各位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 針對第40條做處理 第40條 照交通部建議條文修正通過 現有的 附帶決議 一項 已經宣讀了 那我們現在就照案通過 我們現在處理第56條之事 第56條之事主要是要 請台鐵加強 對危機事件的應變處理能力 以及防疫的能量 還有相關設備的精進 那交通部 來請說明一下 主席 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委員的提案 本案交通部 基本上非常的支持 但是建議做部分的文字的修正 那我請鐵道局長來說明 副局長 對於這個 就是 56條之事 56條之事 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一個文字修正 就是在 第一項裡面 原來的這個條文有一個 這個 維安 維安處理 及防疫補助 防疫輔助技能 因為我們把那個建議把維安處理的維安後面兩個字改成維安應變 因為這個在 交通部我們所定的相關的災害防救業務計劃裡面已經有用了這個名字 所以建議把這個處理改成 應變 好 好 提到舉有做 基本的說明 我們請陳樹葉委員 謝謝主席 本席這邊是一個文字的 增定 就是在 就是 針對我們 鐵路的從業人員所具備的各項危機處理的項目裡面 這個防疫這個部分我再增加 衛生兩個字 是衛生防疫 設備 讓我們 這個能夠涵蓋面更廣 謝謝 其他委員有沒有要做說明 來請鐵道局說明一下 陳樹葉委員的 基本上我們對於陳委員的意見我們可以 可以同意 好 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意見 台鐵局來 來佛副局長 報告主席我們 就是 剛才胡局長也有提到就是維安處理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用的這個名詞 法律商的名詞大概 主要都是用維安應變 那應變的範圍也是比較 大 從應變處理 來加東部把 相關的文字還有陳樹葉委員的提案修正 好我們感謝 來先整理一下 那個衛生衛生的部分就補充進去 歸安盡 歸安盡盡 足未先防疫 現在修正的第1項文字是鐵路機構 鐵路機構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四 對 抱歉 56條之四 鐵路機構因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 使其具備鐵路專業登號作業安全登號 維安應變及衛生防禦輔助技能 然後後面文字是一樣 然後在最後的這個 維安輔助設備 衛生防禦輔助設備 或技術投入營運權一同 好 其他委員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要加福祉 衛生防禦輔助技能 你沒有輔助那邊的出現的時候 工作人員都要去考照 好 修正通過 我們就依照交通部還有陳述業委員的 相關的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 第56條之五 來 我們 民委我們就先請交通部來做說明 來 鐵道局 來 部裡面來說明 感謝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委員的提案 這一個修正 我們原則上是支持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文字的修訂建議 那另外針對 今天 新的 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 我們原則上也是支持 那也是一樣做部分文字的修訂建議 那我請鐵道局跟鐵路局說明 好 鐵道局先說明 等一下請馮副局長 好 這邊有 等於有 李委員 林委員 跟邱委員 三個的意見 這個 李委員所建議的是 56條之五的第一項 第一項是 建議是在 原來是提供交通部查驗 就是最後這句話 那李委員建議是 被供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及交通部查驗 那這個的意見我們是建議 因為這是鐵路機構的這個報告 那這個相關的這些 所應該收集的這個資料裡頭 我們是建議還是由 留給交通部查驗 所以第一項的文字 就是我們建議保留原來的條文 第二項有關於林委員所 建議是 這個 把第二項原來是 交通部要聘請這些 專家去做重大事故的這些調查 那林委員是建議在 運安會成立之後 應該由運安會來做重大事故的調查 那這一點 我們基本上是不反對 這個林委員的意見 但是 交通部 基於 他鐵路法主管機關 有他其他監理的一些權責 在這個監理權責的這個處理上 目前這個調查部分的這個 法源基礎仍然是要保留 所以我們是建議 把這個林委員所提的 運安會的這個 調查的部分 另外增加一項 在最後 再增加一項 增加一項的文字是 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 另因依運輸事故調查法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辦理調查 這是針對林委員的意見 那針對邱委員的意見 我想請鐵路局來說 針對邱委員所提案的修正動議 那鐵路局原則是支持這樣的一個 這個做法 那但是因為針對營運列車這三個字 對其營運列車這三個 這五個字我們建議修 修改成為鐵路機構 對發生事故之相關列車 之行車記錄器還有等等資料 因明定至少保留 三個月以上資料外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制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 這個有關於相關營運的列車 我們每天的營運列車大概有一千 一百多列次 所以這樣的資料量是比較大 可是對發生事故的相關列車 我們可以立即把它做一個下載 然後做資料的妥善的保存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請問委員 來請林俊憲委員 還有邱嫻之委員 先請林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現在在討論第五十六條之五 本席所提的 那張子基本上的精神就是 運安會成立以後 那麼對於軌道的事故 那麼應該要由運安會來做調查主體 那現在我看鐵道局長的就是 仍然交通部要保留 他也是一個調查的主體 也就是說 我們以前替路出事 想早是代替自己調查 他連送部也不用 後來他改為台鐵調查 他要送交通部 那現在有運安會了 好 那如果 我們接受 交通部現在所提的修正動議 那麼以後一個重大鐵路事故 他可能會有兩本調查結論 一本就是 交通部就是法條原來原來寫的 交通部因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 他就一個報告 另外一個就是運安會的調查報告 那會不會有 雙頭馬車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就是如果依照你們現在的交通部 希望 希望 國會支持你們的修正案 以後的鐵路重大事故 就兩個都可以調查 你們交通部也能夠調查 就是原來的 保留原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依照 那個運輸調查法 由運安會去調查 那我一定這兩本報告有 有落差 那怎麼辦 或者是說在調查的過程 會不會產生主體性的問題 就是說 你一些資料證據 那到底是 是 哪一邊生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也請 我們交通部來 來回答 好 謝謝 林俊憲委員 非常正確的一個補充說明 我們現在請區顯智委員 主席 我們提我們提出的這個鐵路機構 就是說對他所營運的列車的行車記錄器 自動防護系統 評價道監視器 然後這個動力保養 檢修日誌 應該保存至少 三個月 那主要就是因為 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高雄這個過站不停 然後他之後再倒車嘛 那他關掉這個ATP之後 發現說後面那一台自強號差點追撞 但是 之後他一個月才送到這個運安會 一個月後 然後這個自強號的行車記錄器已經不見了 那 那個 台鐵局 他 增加了這個發生事故相關 相關 但是我一直在 想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但是你這樣的話 還是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銀行法45條它規定就是說 你銀行 針對這一些監視錄影系統的話 至少保存兩個月 而且新開戶的櫃檯等等 這至少要保存六個月啦 所以現在就說 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覺得你的檔案很大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把 這一個 比如說保留三個月 縮短 看你覺得說怎麼樣的狀況 比較好 讓你之後 這個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以再覆蓋過去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說 發生事故相關 哇 現在問題是說 你如果 沒有像這一件 你一個月之後才報 就沒有比較長了嘛 還是不見了 所以這樣還是 沒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嘛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你能夠保存一段時間 那日後呢 假設 你沒有 去 網上承報 去跟運安會報告 去跟交通部報告的時候 譬如說你這個案件很明顯 就是說 斷 有 8月26號有開過會嘛 但是斷到底有沒有跟 交通部跟運安會講 這是個問號 那之後人家再回頭過來檢視的時候 你的行車記錄器 一台在一台已經不在了嘛 所以 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也瞭解你的 這個難處啦 是不是就是說 保存的期限縮短 但是還是最起碼你要保存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樣是合理 以便說 這個 發生 因為 事實上台鐵局也沒辦法去 保證說在台灣這麼多的 你這麼多的斷 然後是不是有人發生這樣的事故的時候 沒有 沒有跟這個中央陳報嘛 這個狀況 好 謝謝 區委員 來 請 這個 其他委員還沒有要補充的 好 我們先請這個 交通部來做說明 感謝主席 那也感謝林委員 剛剛 非常重要的提示 事實上 經過這樣的提示 跟這一次的修法內容 他是更明確來界定 運安會他是調查機關 那鐵道局是 是監禮機關 那剛剛委員講的這個監禮調查的部分 跟 跟事故調查的部分 會不會有衝突 這個不會 因為監禮機關的調查 他是屬於行政調查 跟進行將官的行政懲處的相關的這個建議 那跟這個運安會的事故調查 他是不同的這個屬性 兩者不但不會有衝突 而且行政調查可能還可以再補這個運安會相關調查不足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在相關的這個法令條文裡面 也都有一些規範 那我請這個 鐵道局長 來進一步說明 來 來 前副局長 是 這部分 其實林委員所關心的一些事情 我們現在 兩個程序 像最近發生紀錄 通通都在走 運安會的這個調查 他們會也要求鐵道局要配合 要去參與他們的做的調查 這部分我們通通都有在辦理 我們自己做的調查 除了事故原因 跟這個 我們防護措施 這部分的目的是跟運安會是一致之外 我們今天還有一些行政責任上的檢討 跟我們對於鐵路機構相關 這些維修的一些措施的一些要求的改善 我們在這邊會有在這方面 會有加強 所以 我剛剛講 林委員關心的部分 應該不至於發生 同時我們也參與了運安會的調查 所以 對於如果今天會產生這個不一致的地方 我們會在這過程之中會相互來協調 這是以上的 以上的報告 來 請林進縣委員 所以按照剛剛次長還有局長的講解 你們認為不會 但是就法律授權 就法律條文 現在你們是希望我們一致都不要改 也就是交通部原來對於事故調查的職責權限 我們現在都沒有改 因為你叫我們不要改 也就是說你仍然擁有完整的調查權 不是像次長你講的 你只做行政調查 因為授權不變 因為我問你都沒有改到 也就是如果你要跟運安會不衝突 你家中部的調查你要自我限縮 你就只做行政調查的部分 因為實際上我對你授權沒有改變 當然我 你也說不會嘛 因為都跟政府跟黨員 但是但是就變成執行上的一個問題 不是我看得出來 你們所有的那種交通部的意見案 都是你都立場很一致 你就是那個主導是沒辦法 就是你都怕 你怎麼叫運安會把你們搬去 但是我們關心的角度不一樣 因為如果在這次的修法沒有動到交通部的權限 就是說你的授權都沒改變 然後就像突然間加一個運安會進來 以後你如果有個人調查有個人的 你也你權限很完整 你條文也沒辦法盪到 你從頭調查到最後 結論報告 安全報告 你都可以了 你也是可以做這些工作 所以我懷疑你這條有重點嗎 主持人這個部分的話 以後如何避免 只能只能靠那邊結論單位自己鼻子協調 如果鼻子相爭 就說都不少了 都可以做啊 我們的雙重授權 這是我們國會的責任 你 你是不是等於說任務員要在同學 好 先請胡理長在座說明 等一下請黃次長 這個原來的條文基本上 我們覺得也沒有說 是很過頭 因為我們本來本來行政單位就在做行政調查 其他的調查今天不是在這個職權範圍內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預約 就像我們今天原來在普悠瑪事故的調查裡頭 碰到實際上碰到法律的這個部分 老實講今天我們就沒有辦法預約 那個是相關的程序 所以我們基本上認為原來的條文 還是在行政調查裡面 只是在執行上我剛剛講 這部分在運安會他的職權行使裡面 通通都會要求交通部跟鐵道局派員 我覺得這部分在執行上 應該不至於會有這個衝突的問題 好 這個是我們原來準備的這個 相關的說明裡面 就這個事故調查的部分 在這個運安會的部分 他是探究全系統事故原因 原因及提出改正措施 不設行政處分或追究責任 交通部的部分是 這個探究事故原因 提出改正措施 並就違反鐵路法的這個情節來進行 採除 那鐵路機構是他自己內部的這個調查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部分應該不會有衝突 來 請到委員還有沒有意見說明 來 請魯明澤委員 好 謝謝趙偉 那事實上針對於這個整個條文 大概修正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都是希望鐵道安全越來越更好 但是事實上普悠瑪事件 現在即將 運安會的報告即將出來 所以你剛剛認為說 目前你們三個分工都分工得很好 不會有漢格 或說讓民眾得到兩種答案 但是我覺得非常危險 目前我得到的消息 就是說你們在這個普悠瑪事件 那時候行政院透過你們的一個調查 有做一個報告出來 那現在新的報告要出來 你真的有這樣的一個信心 即將運安會要出來的普悠瑪調查的報告的方向 責任的分配 跟你們當時是一樣 不會有你所謂漢格之處嗎 但我目前為止 所聽到的一個消息 事實上是有一些 方向上的差距 我想剛剛林委員特別在提的是這個 倒不是說今天一定要有普悠 未來的結果是如何 而像未來有這種情況 民眾得到的一個訊息 民眾得到訊息 如果說是真的兩個方向的話 對於整個行政院 對於整個政府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希望在修法的時候 把你們的一個權限責任分清楚 真的是對的 來 主席 請林委員 我待會還是要請那個運安會的代表講一下 那剛剛局長跟次長又再次強調 來 我在看 如果我們今天不更動 那個那個交通部部分的 那個條文文字 就是現在有一個重大事故發生 那按照56條制服規定 交通部因聘請專家調查重大事故發生的經過 以及發生的原因 其實就是很充分的授權 給你們的權利 其實跟運安會差不多了 你還可以去聘請外部專家 調查事故發生的經過還有原因 那這個就一定會產生一個結論 好 現在假設一個重大事故了 那調查組織你如果移回運安會 那交通部是不是變成失職 你是不是至少麻煩 你本來要請專家 你怎麼變不請專家 雖然是應啦 應聘請 好 運安會 對 李綱委員 來 簡單說明一下 麥克風請交給運安會李綱委員 跟委員報告 就 運安會成立之後 這個普悠瑪的這個事故的調查 這個 因為這個事實的報告在上週五 這個我們運安會的委員會 已經 審查通過 那也就即將在第一階段 這只是一個Factual Report 事實報告也就要公告 那 從事務運作上來看 因為運安會的這個是參考 國際上的這個調查是所謂 參與式調查的精神 就是說所有的 這個參與 直接間接相關的這些單位 包含車輛的營運單位 監理單位 或者是製造商 系統商 他們都會參與 那這個在我們的事實報告 正式發布的時候 大家會 國人會看得到 那麼 委員關心的是這個 可能會有 多頭馬車的 這個狀況 那 我們目前的這個 運作的狀況是沒有很明顯說有多頭馬車的 的情況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一下就是說 在執行上面 因為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 現在 在我們的這個 監理單位來講 行政監理是鐵道局 但是我們的這個交通耗製 鐵道這耗製的施工 又是 鐵道局 自己在規劃在運作 那這個可能 剛剛有委員也提到 就是這個 去年那個 那個叫嘉東案 差點有車子追撞的狀況 那這個也是 目前 運用會在調查當中的 一個案子 那其實 我們的看法是說 有可能 這邊會有一些 疑問 因為我們 雖然調查對象看起來是 台鐵局 可是 那個案子本身 牽扯到 因為 是那個號製的問題 那號製這邊又是 鐵道局這邊 在執行的 那所以這邊 是我個人的 所發表的意見 但是在 這個Party System 我們講的 參與室調查的這個 就運安會這樣運作的 這個精神之下 這也是延續 退安會時代的這個運作 其實是 一開始是跟 民航局有一些磨合 就是 但是也是 經過一段時間 這個行政部門 或者是營運業者 各單位 才 漸漸知道所謂的參與室調查 因為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如果我們 涉及到行政的 這個 這個 處分啊 這邊 會造成說 這個參與室調查精神就 會受影響 因為 我們做的是安全調查 可是如果 我們找來 問的這些從業人員 他因為擔心被我們 行政的這個 處分 他們不見得會願意 說出實話 所以我們有 運安會有在做一個 所謂的資源報告的這個 系統 其實我們 也是參考國際的這個 這個 運安會的這樣子的一個 實際在做安全調查的一個方法 所以跟委員報告就說 我們 我們的調查結果是可以提供給交通部 來作為 真的他要做 行政疏失 各方面的這個追究的一個根據 可以讓他們做參考 但是並不是唯一的一個根據 這樣子 好 來請 胡機長 針對運安會的說明 來 請來做個補充 剛剛運安會所提到的 涉及到 鐵道局的部分 剛剛提的那個案子 那個耗製系統 確實是鐵道局 辦理的在 在南軌的案子裡面做的 有這些事工 那這個案子發生過之後 在交委會這邊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發生過之後 運安會希望 鐵道局 能夠 能夠按照他們的程序去參與 所謂的參與式調查 當時 在這件事情處理上面 因為是鐵道局的事工 我們是涉及到求援兼裁判的這個問題 當時我就決定了這個 在交通部所執行的這個 重大事故調查的這個程序裡頭 我個人雖然是這個事故調查的召集人 但是我都採取迴避 迴避的方式 那今天我們施工的單位完全配合 我要求我們施工的單位完全配合運安會去做調查 那監禮的部分 我基本上也是監禮在局裡面 是另外一個單位獨立在去做 所以這部分 為了撇開來這個相關的餘力 我們是採取以上的這部分的處理 那另外回到我們剛剛交通部所做的這個 監禮作業的這個調查的部分 剛剛特別可能要釐清一件事情 交通部做的這個監禮調查的調查報告 與運安會做的這個調查報告 第一個在時間上 可能交通部在程序上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可能在很多其他的一些作業上 這個運安會做的會比較細一點 所以我們去做的部分 會涉及到一些行政上的後續的這個處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份調查報告裡 在先完成的這個調查報告 也會送到 也會送到運安會去做他們做的調查裡頭 作為一個參考的文件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這部分 應該不會造成相關的衝突 以上 好 再請教各位委員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 那我們現在要做進行相關的處理 第五十六條之五 增列第四項 照秋顯治委員等人修正動議 增列第四項 之修正通過 另外 增列第五項 照交通部建立條文 第四項文字 通過 其餘第一二三項 維持現行條文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來 其餘之委員 誒 對就是剛剛討論那一個 這個鐵路機構那個部分 來 說明一下 對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 就是說台鐵局他認為說他保留 這個三個月有困難嗎 齁 那我們是覺得說 還是應該保留 他說他 他這個行車記錄器只能保留一個禮拜 那 我們是希望 跟他這個 這個 協調是希望他至少能夠保留兩週啊 因為 以現在台灣的這一種 電腦的科技 你說你 你連保留個兩週都沒有辦法的話 那到底事後要如何來檢驗 那這個部分就是 請這個局長這邊也可以考量這樣 那台鐵局 風物局長說明一下 目前的 相關的行車記錄器 只能保存一週 這個社會恐怕無法接受 報委員 就是 我們針對發生事故的列車 他的資料都會保存 這個一定是完 完整妥善保存 然後配合相關運安會或是 這個部裡面的調查 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可以做得到 那現在是主要是因為這一條 剛才有跟委員報告 主要他是針對所有的營運列車 那我們剛 我們的每天營運列車有 1100多列次 那這樣的一個量 我們當 單一台列車的那個影像記錄要保存的話 都下載時間都要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他有好幾十機的資料要下載 那所以我們目前剛才也跟委員報告 就我們目前行車記錄氣氛兩個部分 一個是TCMS的這個資料 這個保存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是講的是行車的車頭的 行車影像的記錄保存 那這個部分 1000多列次那個容量需要很大 那這個部分我們上次就是大 大致上我們現在的資料大概4到5天 就會覆蓋過去 那如果沒有不是事故相關的列車 都會覆蓋過去 所以我們這邊是建議 依照剛才三塊 就原來三塊錯的這個事件 主要是事故當下那一台列車的資料有保存 可是他後面那一台自強號的這個行車影像 他因為他可以拍到前面那一台事故車輛 那個資料沒有保存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 建議說文字是改成對發生事故的相關列車 就當下那一台車還有他的前後相關列車 這個資料都會保存 那第二點是 如果是針對那個行車影像的資料 要保存三個月 或是剛才提到兩週 事實上對於我們的這個技術的這個容量 就我們目前這個硬碟容量 還有人員的資料的下載 都會產生比較大的負擔 那不只我們還有台灣高鐵公司 因為這個鐵路營運機構 還有台灣高鐵公司 所以台灣高鐵公司也有這方面的一些困擾 是不是 好鐵路機構當然也會包含高鐵 那相關的台鐵局 馮副局長的說明 來邱嫻之委員 這個這個之所以 要請他保留 當然就是一方面銀行法45條 就規定所有的這個金融機構 這個監視影視的系統保存 他都必須要兩個月 甚至開心櫃台都要六個月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術上 這個不會有什麼樣的困難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如果說這個發生事故相關 那問題來了 我是銀行員 然後我是司機員 我因為牽涉利益在其中嘛 所以我就讓他我不要通報 然後讓他覆蓋過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三塊錯的這個狀況就是這樣嘛 所以當你一個月後你要去檢視的時候 他確實已經這一個滅屍了嘛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前面那一輛他是往 他是倒著開 所以他前面那一輛保存沒有用嘛 他後面這一輛差點 追撞了這個部分 他就很聰明的知道說要趕快把他銷毀了 所以 至少保留一段期間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嘛 那這個也讓你就是說 這個局本部在監督各段的時候 能夠至少有一個影像 最起碼有一個影像可以監督嘛 或者的話 將來你要怎麼監督他 我的想法是這樣 當然 副議長一直講說 因為他的這個能量 他沒辦法去 這個去保存什麼 那我就說 那你至少應該保存一段時間嘛 那你 假設你現在可以保存一週 那你是不是就延長一點 保存個兩週 那至少這樣的話 你這個可以避免說這個牽涉其中的 這個司機員 或是各段 他不會去銷毀你的這個影像嘛 好謝謝 現在請賭民者委員 好謝謝趙偉 針對於這個問題啊 我是完全支持我們邱委員 我覺得至少要一個月啦 但是如果協調至少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覺得所有的這個機構 你們都應該要做到啦 因為如果你一定要講 我的設備就是很老舊 我的硬碟就是這麼小 我覺得這個邏輯有問題啦 那那個 台鐵局我在講話 可不可以聽一下 請問一下你剛剛講說 只有四到五天 請問一下你現在每一台列車的 儲存影像的硬碟多大 你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硬碟多大 報委員這個要去確認一下 所以你今天在這裡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 所有能夠存幾天 主要的關鍵就是你的儲存的 那個硬碟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個部分 有多大而已嗎 這樣而已嘛 你現在能夠存五天到七天 你只要double一倍就好了 現在包括所有的委員好了 所有換我們家小孩 照的照片都自動傳到雲端 你還在硬碟的時代嗎 你硬碟多大不重要 你有一個雲端 你有一個雲端 他自己不斷的往裡面 去丟到雲端裡面 幫你去存 根本不需要司機員 把那個拿下來再去存 我不知道你們停留在什麼時代 但是我想 趙偉 兩個禮拜真的是基本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現在請何欣存委員 謝謝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台鐵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高鐵的部分現在影像是可以 儲存多久 來那個麥克風可不可以給他 請高鐵 資深經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跟委員的 給我機會來說明 台灣高鐵 其實我們的影像 我們在列車上 並沒有裝 所謂的行車影像記錄器 我們沒有 沒有 但是按照這個 目前修法的這個內容來看的話 我們所稱的行車記錄器 會是指車上的車載的OBC onboard computer的load data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的 autotrain control system 裡面的data 那是自動列車控制系統的資料 那因為這些規範 它是當時在20多年前開的 已經一定的規格跟技術的一個 專利 那目前的話 因為它很多東西 如果要把那個資料保留 必須用所謂的在地的抽換元件 把那個整個元件抽出來 那所以這個local的replace的 這unit的話 就要變成要準備很多 那目前因為這些設備 原廠是不是還能夠提供 這麼多的設備給我們 這個我們現在還沒辦法確認 因為我就請他們再去處理 那我們的ATC目前現在是7天 可以保留7天 onboard computer的部分的data 可以保留72小時 這就是所謂的黑盒子資料 那如果是指所謂的 列車自動防護系統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可以做到委員要求的 因為這個部分有完成更新了 已經可以做得到 以上說明 所以 這表示如果我們這個法 這樣子的來修正通過之後 高鐵還是有一部分是要去克服 不管你是要從原廠那邊 還是要另外尋求技術的資源 去克服這些你剛剛說 現在沒有的喔 這第一個 那如果以高鐵 你認為 我們修法通過之後 你能不能克服 其實現在目前真的是 真的是會沒有把握 因為以目前 我們想要得到那個OPC去增購新車就 就有困難了 那如果是 比如說那未來以後新購入的 因為新的系統導入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規格開進去 是OK的嘛對不對 新規格的時候可以開 可是舊有的 現有的這些車體 車子就沒辦法 高鐵的車 會比較高的難度 很難度 好那同樣的問題 我就來問台鐵啦 台鐵是比高鐵更老舊的公司 跟車體嘛 那車種更多嘛 那你剛剛講我印象中 你剛剛提到是1000多輛嘛對不對 對每天會跑1100多列次 好那那以 如果以這樣子的修法 那你 你們評估 因為這個法案 提出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嘛 那你剛剛並沒有回答到 我們說如果以這樣的修法 評估不管是延長成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或一個月 那你們這1000多輛 到底有沒有辦法 還有不同的那麼多的車種 有沒有技術上的問題 能不能克服 報委員就是 我們目前 台鐵的車上的記錄器是TCMS 就車輛控制管理系統 他有一個RU記錄單元 這個記錄單元我們都會download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那 可是問題是剛剛委員 對 委員關切的是 時間的問題啊 是 對 時間其實我們這些資料 只要有下載 我們要保存 這個一個月或是三個月 那個都 所以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面 意思就是說 如同剛剛其他委員講 這就是技術問題啊 你的download 你的硬碟的容量大小 我現在問的是說 那在你這麼1000多輛 不同的 這麼多元的車種裡面 你的每個硬碟的一個設計 可以跟擴充 更新 擴大能量有沒有問題啊 對 現在就是 紀錄器的資料是 TCMS的文字資料是可以 但是影像的部分 我剛才講 影像部分對我們來講 就是 剛才有跟委員報告 那個是 比較困難 不只是技術 也包含人力的問題 人力是可以解決的 我現在是講說 像高鐵 它是它設備上 現有的車體 甚至跟原廠 要要求 要有其他的零組件 來改更新 系統 就有問題 那台鐵呢 我說的是 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人力 是我們可以調配的嘛 那如果你的 1000多輛 這麼多種的不同的車體 那不同的來源的公司 你有沒有辦法跟原廠 或者是說台鐵自己有沒有能力 可以去增設這些系統 這些硬碟 這些雲端 來擴充 延長 它影像保存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其他委員 大家關心的重點 對 那委員就是 如果是 這個行車記錄器 是把影像也包含進去 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車種 各個車種 還有這個 目前的車輛設備 是有困難的 那這個提這個案子 已經提早一段時間 你有沒有去評估過 你要跟我們本委員會的委員報告 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法修正之後 你們1000多輛 這麼多的不同的車體 那會碰到什麼問題 那你有沒有盤點過 你要 仔細的回答我們啦 如果 如果做得到 只是技術上的問題 跟人力上的問題 我覺得要克服 要做 那我現在 思考的是 如果是像高鐵那樣子 是從原廠也拿不到設備 系統無法更新 舊有的車輛 就是有碰到 他沒有辦法克服的問題 那就會碰到這一次修法 你到底能不能務實執行的問題 先等一下 先請劉兆豪委員 請劉兆豪委員 我請教 謝謝主席 我請教台 台鐵一下 那現在你說 因為現在舊有的系統 可能你們認為說更新上 有一些困難 我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正在購買新的成績列車 那新的成績列車 如果把這些規範等等 我們姑且不論說這個修法 就是說要按照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你新的成績列車 我覺得應該有必要這樣去要求 好不好 新的成績列車也回答一下 先到這裡 報委員 新的行車 成績列車 我們現在目前不管是通行電子車 還是成績列車 也都有這樣的一個行車記錄的影像資料 那有 透過這樣的一個相關法定的這個規定 我們當然新的部分我們可以來配合 但是現在目前是舊有的系統 其實對那個影像設備 確實我們有這個設備上 技術上的困難 這個也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好 請休閒制委員 欸主席 我想請教高鐵 就是一個是平交道監視器 你沒有平交道嗎 然後這個動力車保養日誌 這個日誌 你有嗎 有 這個應該也沒問題嘛 好 那有問題的是什麼 列車自動防護系統 嘿 對 好啊 因為行車記錄器你也沒有嘛 你根本沒有啊 我們沒有行車影像記錄器 但是我們會有 車子上操作記錄器 OK 對 黑盒子 對對對 對 那一個部分 你是說 那個都是日本原廠的 還有包括 它有一個自動列車控制系統的記錄器 對 那應該也會是 被定義在所謂的列車的行車記錄器 那因為台鐵 台鐵的狀況是這樣 台鐵的狀況是除了這個行車記錄器以外 其他都沒有問題嘛 副事長 就是說 台鐵事實上就是只有行車記錄器 有問題 對不對 那其他的平交道監視器你本來就有啦 嘿你本來就有了嘛 然後動力保養檢修日誌這沒有問題嘛 啊然後 列車的行車機 那個列車自動防護系統 你也沒問題啊 對不對 那個我們是ATP喔 所以ATP的資料 本來ATP本來就會留著嘛 都會有查核啦 就是上次委員有提到的查核 所以現在台鐵的問題是說 那個行車記錄器 他要怎麼把它保留下來啦 啊你就沒有行車記錄器啊 對啊 啊你本來 對 但是 但是 你的問題是說你的問題跟他不一樣嘛 因為你沒有評價到 而且你不會發生說 那個司機員 他如果 不通報 或者是把他的行車記錄器銷毀怎麼辦嘛 因為你 那你的偵測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說 假設有事故的話 你為什麼都可以知道 所以你講的影像是在哪一個階段啊 那個 你講影像在哪一個階段 因為我們現在列車前面都有裝設 那個影像 影像記錄器 所以上次委員要的就是我們後面那一台車的影像記錄 所以我們 我還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一條本來 我們有內部有思考過啦 就是如果是發生事故的相關列車 這個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把它即時的來做處理 那也搭配 剛才也跟委員有報告 就是搭配今天討論很多條文 都是在處理 我們要即時 提報給運安會 即時提報給交通部 那委員擔心的是說我們有漏報 或是隱匿不報 那但是這個部分 事實上今天的法案在處理過後以後 其實內部 我們目前在台鐵內部也都管 管制的非常嚴格 所以 我們還是建議是不是針對 對發生事故的相關 謝謝馮副局長的說明 那現在針對相關的條文 各位委員也提出具體的意見 以及要求 那邱農部 鐵道局 台鐵局 高鐵公司 也提出相關的說明 那我們針對相關的 提案 是否修正通過 或者是提出 具體的附帶決議 或者是臨時提案 那相關的我們先休息 私下協商 休息 好 怎麼就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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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繼續開會 好 各位委員還沒有要補充說明的 沒有的話 我們先請鐵道局胡局長 針對相關的條文內容修正的狀況 來說明一下 好 跟委員會報告 這個剛剛跟邱委員這邊在協調 那我現在把56條之五整個這個 修正的事項做以下的報告 56條之五的前面三項 就是原條文的部分保留不動 那增加兩項 那第四項是邱委員這邊所建議的 我們的文字修改如下 鐵路機構就其營運列車之行車運轉 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之紀錄 應有效保存 其保存之項目 期限 及管理事項 由交通部定之 這是第四項 第五項的部分是對 剛剛林委員的這個建議 做增加了一項 就是鐵路機構 及相關人員 另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 配合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辦理調查以上 各位委員還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 就照剛才協商之後 由胡局長所列的相關的文字 來做修正通過 好 沒有意見 那就修正通過 好 在這邊 我們要針對相關的防疫 對交通運輸的衝擊 也請高鐵公司 要做萬全的一個準備 那現在 我們所有高鐵的列車 每一個班次 在到達目的地之後 都會做全車的消毒 是不是 來 許經理 麥克風給許經理 謝謝主席 現在目前我們列車 只要到了端點站 做折返的時候 就會針對所有旅客易接觸的 設施設備的表面 做酒精的消毒 然後每天要收班的時候 就是最後一班車之後 所有的列車都會做深度的清潔 目前都有在做對不對 是的 所有的清潔人員 在清潔的過程裡面 口罩跟手套都有準備 沒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相關的 紅外線的偵測 以這12站 在4月10號之前 是否都已經裝設完畢 全數裝設完畢 好 那我們現在 每天搭乘的人次 有18萬人次 在過去 在每個平均搭乘的人次 18萬 現在都已經減少到11萬以下 對不對 來說明一下 我們在2月份的時候 運量大概已經下修了25% 那3月份還持續在擴大 大概有到40% 那目前4月份的運量還沒有持平 好 那我們現在高鐵公司所提出的 這個減班 是從4月17號到6月21號 針對5、6日有做相關的減班 就是要減掉21班 這相關的減班 我所知高鐵公司也在討論第二階段相關減班的問題 就是針對1234有去做相關的減班 在這邊我要提醒高鐵公司 這個要非常嚴謹的去討論分析 一定要維持基本的這樣的一個高鐵的運輸能量 而且尖峰時刻 還是不能減班為宜 那相關的減班 也必須要做人力的充分的調整 以及培訓 那這些人力也要除了培訓之外 也必須要能夠增補到防疫的人力的補充 然後我們希望這種相關的減班 當然目前的流程還是要送到鐵道局去討論 以及交通部來做相關的一個討論 那我們是希望剛才所督促的相關事宜高鐵公司 必須要做萬全的一個準備 前鋒時刻 不宜減班 然後還是要維持基本的大眾運輸的能量 相關的減班之後 人員加強培訓 而且要加強所有車輛的檢修 必須來針對相關的防疫做好萬全的準備 那我們其他委員有沒有要 好這個請簡單說明一下 第二階段的減班你們現在進行的狀況 討論的狀況進度程序是如何 跟主席報告目前還在做規劃整理中 但就誠如主席所說的 我們會遵守這樣提示的原則 那有任何的方案以後 我們還是會再報警跟交通部這邊來做演議 好請交通部黃次長來簡單說明一下 感謝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對高鐵進一步的減班計畫 有這麼充分的考量 所以剛剛主席所提點的幾點 包括上班日通勤時段 一定要充分滿足所有商務跟通勤需求 還有其他的這個提點 這個請鐵道局在高鐵公司提出計畫的時候 一定要全面落實 那交通部也會來嚴格來督導 謝謝 好 協商完畢 協商完成做以下宣告 今日協商結論緣語宣讀授權醫師人員整理作為決議列入紀錄 交通部建議條文列入公報紀錄 委員修正動議 委員修正動議列入公報紀錄 針對本日會議做以下決議 討論事項委員趙正宇等17人擬據鐵路法 增定第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四案全部審查文句 並讓擬據審查報告提告院會報提告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時有理召集委員困著補充說明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好沒有意義通過 本日議程處理完畢 星期三上午九時繼續開會 好 先來休息 先來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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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